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首次担任固定嘉宾进去内地综艺节目的黄宗泽 被问到前女友胡信儿 也是通过湖南卫视奇妙的朋友涉足内地真人性 令人似乎有难言的默契时 黄宗泽巧妙地转移的话题 并说只因节目形势新颖而决定加盟 很特别很有自己风格的一个节目 跟以前的真人秀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听到这个项目的时候我特别有兴趣 所以我怎么去帮助王田兮给他们一个梦 完成的一个梦 我觉得这是重要的 跟其他真人秀 对于时隔两年再次参加真人秀的张翰 他在发布会现场表示 同样是在湖南卫视完成自己的梦想 所以这次会通过自己的努力 来帮助31位甜心实现他们的愿望 我来参加几个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成长是最美妙的 那这一次湖南卫视 他们会伴随通过湖南卫视的平台去成长 那跟我一样 我也是通过湖南卫视 然后完成了我对于演员的一个追求的方向 那这次我是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可以助力31位的甜心 希望他们可以去完成的最大的努力 最后五位兄长在台下 选择了自己心目中的甜心 一起来了一场不同口味的甜品圈大BK 黄宗泽则是充分展现了自己的男友力 帮同伴消灭了芥末口味的甜甜圈 可能各位宝宝还不太明白 这档节目到底是干什么的 那再给大家总结一下 我们夏日甜心就是一档把电视综艺 和移动直播结合起来的 非比拼非淘汰的新节目 五位甜心兄长助力31名甜心 在这个火热的夏天 选拔出湖南卫视未来的章艺女团 芒格拉西威记得7月23号晚 和我们相约夏日甜心 芒格TV将全网多播呢 发达